你收到的礼物,喜欢哪一个礼物? 喜欢 喜欢啥子吗?你喜欢啥子吗? 真的喜欢 真的喜欢啊 真的喜欢啊,真的超红我嘛 9月8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的一处农家小院内 生于1900年农历8月初二的成都最长寿老人朱正氏 迎来了121岁生日 目前朱正氏直系子孙后代已超过百人 而他也被网友称为成都最牛00后 上午9点过朱正氏搅穿崭新红绸鞋 头戴针织帽坐在门前 子孙后代依次上前祝寿和这位老寿星合影 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 老人这次的生日宴从简操办 来的大多是居住在成都附近的亲人 今天的话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们都是我们自家的一家人 就是祖族名下的 也就是现在最多的话六代了嘛 所以我们一家人就是 基本上就是他的女儿 然后孙子 重孙 重重孙这样子 朱正氏的儿媳妇陈玉华 长期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陈玉华介绍 朱正氏每天早上喝牛奶 稀饭 午餐晚餐 顿顿都吃肉 虽然今年身体不如以往 但胃口依然很好 每天晚上要重点洗到酒 那一天不洗他都说睡不错 每年三百六十几天 天天都要洗澡 还有呢 那几年之内 就身体就有点不行 就不如前几年了 每天早上吃了过后 就在床上休息 到九十点钟才起来 吃了少不了 那要休息一下 这要睡 睡个两三个小时 晚上这一那要睡早点 晚上这一九八点火 就他洗了就 他就要床上去 到了中午饭点 儿孙们推出一个三层大蛋糕 围着朱正氏唱起了生日快乐歌 朱正氏开心地拍着手 在蛋糕前 许下了自己 一把二十一岁的生日愿望 他今天很开心啊 可以看到从他的状态 可以看出他非常的开心 每年的八月初二的话 是这个时间段 然后我们会一家人聚到一起 然后比如说 一年没有见到的老人 你刚刚看到 有比如参扶过来的老人 都已经一年没见了 他看起来 他还可以认得出他 那个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他今天应该是很开心的 今天很激动 看起来他的表情是很激动的 嗯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